共产党最近大概抓了小300多号人吧 昨天晚上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又抓了不少人 说昨天是出动专机出去抓人 现在抓人都高级了 然后呢再一个就最近党内习死黄同志的伟大 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敢于出手 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这简直是赢了 装列泰给西方说免职那是要升大会的 装列泰这次赢大了 也就是前天晚上向我执行共产党的气球的这哥们儿 哎呀 Miles 你说太对了 我找到了那个中国产的气球了 他说大概也就是4000多块人民币 不到6000块我就可以拥有一个完全一模一样上天的气球 可怕吗 但是这位美国人想上网去买的时候 你知道他得到什么警告 警告是你买这个东西 你要备案 你要登记 而且马上让你上传身份 不是淘宝网 他在淘宝网上找的 是他当地的一个在欧洲的美国人 就你买那个4000多块人民币 600美金的一个这么个气球 你要想使用 寄到你家发上天要经过恩道手续 咱另外一个人试了一下超级牛 用中国人的身份去买了淘宝网上的这个所谓的冲氦气的气球 他还买了个低级的 啥是没有 也就是说西方人对这个控制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军事用途 对国家对别人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这就是西方这些国家多么的官僚 所以西方的官僚以及对中共的随情政策和被他们蓝金黄的结果和政治渗透 军事渗透是多么的荒唐 这就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竟然把无人机能卖给 每天面临到头顶上这种杀人之箭的 共产党的这种无人机给台湾 还要通澳大利亚 是多少次的腐败才到了台湾 你去想想兄弟姐们 厉害吗 更夸张的是 就是美国到现在没闹明白 中共有多少军事 各种所谓这种不对称的战争的武器 布置在美国周围 美国人还没有醒来 美国的情报部门 军事部门不愿意面对着现实 他们也不想相信任何人 他们也不想面对着真实的环境 还寄希望于外交政治上来解决问题 这才是可怕了